多謝主席、各位同事 下午後 公務員是政府寶貴的人力資產 是推動澳門社會事務發展 保證各個政府機構穩定運作的鐘樓底柱 鑑於公務員的貢獻 社會普遍認同應給予他們合理的離職退休保障 但是最近有不少公務員 基層公務員向本人反映 他們自於回歸前就一直以省委合同方式為政府工作 自2006年政府引入了公職金制度後 他們終於可以和編制內的公務員享有同樣的退休保障 然而眼下他們面臨退休 卻發現自己只能拿回自2007年至今不到10年的公款 並且因為工資只有190點 工款的數額十分有限 加上現在樓價高期、租金價格高昂 這些錢根本不能維持退休之後的生活 不僅如此 他們退休後將會失去在職時一直領取的年資獎金、房屋津貼和家庭津貼 對於他們而言無疑是雪上加傷 對於這些基層公務員在救濟下因為法律的不公平對待 他們被迫沒有資格在退休或撫出制度登記公款 成為被政府忽視的群體 等到實行新制時 政府卻把他們和新入職的公務員採用一刀切方式對待 並不考慮他們已經有二三十年的功力 救濟下的公務員退休後不僅可以拿回退休金 他們還可以繼續領取的年資獎金、房屋津貼和家庭津貼 相比之下新制的公務員不僅失去了長良 連連資津貼這些福利津貼也一併取消 他們不明白自己辛辛苦苦為政府工作了幾十年 為何最後被政府拋棄 連最基本的退休生活保障都沒有 何況他們要求的並不是過份 僅僅是希望政府保留退休後的連資津貼、房屋津貼和家庭津貼 在本人針對之前的書面質詢政府的回覆認為 若允許公職金制度參與人員在退休離職後 仍享有連資津貼、房屋津貼和家庭津貼等福利 除了會為政府帶來龐大的負擔外 亦與公職金制度的性質和設立的目的有所不符 對於公職金制度的根本性的改變 但是根據政府2006年再引介公務人員公職金制度 法案的理由陳述 其立法原意是為公務員設立一項新的退休制度 從而取代原有的退休及撫失制度 換言之公職金只是取代了退休金 作為退休金獨立的公務員的福利津貼 包括連資津貼、房屋津貼和家庭津貼 並不應該被公職金制度所取消 值得肯定的是政府已注意到 上述基層公務員退休後出現的生活困難情況 正在研究和探討採用何種措施對他們提供援助 實際上維持退休後的連資獎金、房屋津貼和家庭津貼 雖然是需要花費一筆公帑 但對於基層公務員卻具有雪中送炭的作用 在此本人敦出政府加快研究進程 讓這些敬敬業業的工作了幾十年的公務員 老有所養老有所依 多謝 請多謝 請多謝